在我个人看来 这似乎并不是鱼和兄长如何兼得的问题 而是北约究竟有没有想清楚自己要得什么的问题 我们可以注意到 新一届的北约峰会 还有一周的时间就要召开了 紧隔一周的情况下 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 还要赶到白宫去跟拜登会晤 给外界的感觉就好像是在重大的峰会之前 要先去老大哥那拜访一下 先通个气 为这个峰会是不是能够成功 打一定程度的铺垫的这样的感觉 从双方的会晤被外媒报道出来的这种内容看 他们谈了俄罗斯 谈了中国 谈了网络安全 谈了气候变化 谈了很多问题 但外界好像更关注他们如何谈中俄的问题 现在西方舆论场上 包括拜登本人在各种讲话中 经常把中俄往一块搓堆 而这次斯托尔滕贝格的表态也是 在谈到俄罗斯的问题上的时候 他强调美国和北约已经达成了共识 要用双轨制来应对俄罗斯 一方面要对俄罗斯在军事上 安全上有这种威慑和防御 同时又要跟俄罗斯对话 当然我们注意到 在中国的话题上也是 斯托尔滕贝格先是说了 中国的崛起在经贸层面上 给欧洲提供了很多的机会 但同时又强调了 北约应该联合在太平洋的一些盟友 包括日韩 澳大利亚 新西兰 他甚至说出了联合这些盟友 来抑制中国经济增长和中国对新的军事技术的投资 这样罕见而强硬的话